你是由台灣來的嗎? Hello, Hello, Hello Sure I know you will like 你們是從台灣來的嗎? 對啊台灣 那你要在哪裡買? 嗯...就在台灣買就好啦 可是你想買哪一種 沒有啊 就看看而已啦 你會去那些嗎? 因為這個還沒有出 喔 這個是新的嗎? 可以講全世界 這是幾瓦的 一百六十瓦全公布 2000K到兩萬K OK 然後呢 九大同小異嘛 沒有 先是9899 比較高是不是 你是平常帶幾顆燈的 我平常都用Aperture的燈啦 沒關係 然後用他們的幾個 但我有在看你們的這種 像是比較spot的這種 像是比較spot的那種 對啊 對啊 然後可以跟我們講 你覺得差在哪裡? 就是這幾個跟Aperture有競爭性的 沒有 我是覺得你們就是比較 外面的這個就是都是很 比較紮實 對 就比較紮實 那紮實對你實際用法上有影響 航空吹殘酷了 沒事沒事 丟出來的紙箱都報廢了 實際使用嗎? 對 實際使用這件事情會有影響嗎? 我自己是 因為我自己是 因為為什麼會選Aperture 應該就是用他們的App 這樣子 主要是軟體 就是很方便 沒有 你如果只有一盞燈 那其實用哪一家都沒差 但是你用了五盞燈 那可能就開始有差了 對啊 每一個就要去那裡轉 你要把它用下來 然後在那裡轉 然後再拉上去 那就太慢了 所以如果要轉一堆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只要一盞燈 這個是六色的 我知道你們起司還有那個 小小的DMX嗎? 就是無限DMX 我也看過他們那一顆 對啊 可是我們應該不算 起司 你們只是東西在他們那邊很多而已 對 對 因為我們在開發App 目前應該是六七月 那時候 就是有Q HDM 就彩色的嗎? 彩色的啊 現在App還沒有完成 看一下 看一下 開發中 開發中 我們最喜歡你用Apture的人來跟我談談 你覺得他們的優點大概是 所以你們也不會有人在起司那邊 對 因為 就他們只是幫你展示這樣而已 就是代理人 好喔 因為沒有 就很少有展示的地方 因為你像數位小兔那些都不會有 嗯嗯嗯 對 所以除了軟體他們比較強之外 軟體 你們買它其實是軟體方便 還有嗎? 還有它的 配件嗎? 配件是齊全的啊 配件是齊全 但其實就你也可以用其他家 我也不是完全都買他們家的 就是可能 Fernel是買他們家的 現在是 其他就可能買其他家 現在就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最佳的 Groop的 你可以 無顆燈一組 對 然後 等一下 等一下 類似啦 因為這個是測試版而已 嗯嗯嗯嗯嗯 Beta版本 對 對 東西都還沒配上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軟體介面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也有一些部分 我覺得就是 也有點 卡卡 對 也是有點卡卡 然後改那個地方 然後比它更好 像它現在沒有六色 我有六色 再來 軟體 它軟體 像是 我還蠻喜歡 Astera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他們軟體 反正Astera 它有一個 是 Master slider 就是你可以調整Master 就是你可以 這一盞燈是50 那一盞燈是30 然後我把那個Master往下拉 它會保持那個比例 所以是DMX的Master 對對對 就有點像 就有點像那個概念 但是Aperture就沒有這個東西 它就是 要拉 就是 沒有你 就是 你可以一個一個拉 但是你如果你要拉那個Master 它會全部都變成 跟那個Master一起動 就本來我是50 30 然後結果Master拉到100 所有燈都會跑到100K 結果就 對對對 對 我就是要那個比例 它就給我全部都 一比二比三 那一拿全部都一比一比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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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050 它有050 這也不是 沒辦法做到 像是Astera就做到 對啊 Aperture都不想給我 就是Code怎麼寫而已 對啊 他們 確認一下那個Code怎麼寫 因為 因為有 我負責賣 我負責賣 提供問題 對啊 沒有啦 我們現在也是在開 這個時候 6月7月才上市 我們現在只是 DEMO一下 大家就 那一盞是彩色的是不是 要不要試試看 這兩盞都是彩 你這麼會玩 一定要玩 大台很大玩 大台的話 這是幾瓦 350瓦 這麼大一支 這個色溫 沒有 因為這個比較靜音 風扇就比較大這樣 對對對 那你看這2000K 那個RA跟TLCI 都是98 99 這個應該 不多人可以做得到 這個是Green 和Magenda 那HUE呢 HUE 沒有沒有還沒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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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搭到Daylight的部分 這還有條Green Green 這個 然後這個HUE在這邊 OK 可以 Disco Time 他們的HUE 沒有辦法 Decaturate到 不同的Kelvin 喔 比較少啦 因為HUE 貴HUE 然後這邊都是CIE Mode 喔 你可能用其他的方式 對對對 那這單色的模式 這個就回到這邊 OK 所以你可以到 20000K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光譜 好吧 Apple應該會比較直觀 這個 這個還是要看數字 20000K 到20000啊 對啊 所以你那個 看那個 那我自己 通常比較常用到 可能是比較低的K數 喔 那沒有這個Range 大小 對啊 那最低是K到2000嗎 2000 對 對啊 可是這Range跟鞋子都好慘 蠻酷的 嗯 有繼續加油啊 繼續推廣 可以啊 不知道 因為 也很少 像是出租會看到你們的 好像也沒有 還沒有 對啊 你是網 你是Youtuber有用嗎 也有 我咋覺得我看過你的 可能有 我都有分享 你看完你的以後 我可以給你張明片啊 你會指出來那個 它有色溫問題 就是有優缺點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看到你的 謝謝 謝謝謝謝 那我弄好以後 招念再測一下 可以要換你 你有想法上 你想直接 你可以設計出來 我在餐廳 對 那種就是 廠商聽到我的聲音了嗎 沒有我覺得這盞燈 你比較喜歡這個 不是我說它 但是它有點太大 那是小的啊 真的 那個是幾瓦 150瓦 就150瓦 150瓦 150瓦 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就一模一樣 就變小了 對對對 然後就可以帶電視啊 就小很多了 對啊 拿看看 有啊我剛剛拿過 對啊對啊 48.5 這個應該是比較 Stage Stage 那你前面是可以加 你有你有 有啊 就你已經都加 裡面就Fernel 就加進去 那那個Spotlight Attachment 你們有做嗎 Spotlight Attachment 下一個階段才會 下一個階段 因為那個光學會比較 打配起來會比較 對 那比較 所以我們大概 就先把這些 基本的做完 後面的話 就把它搭配件 再延伸 對對對 光色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 我們是比較注重光色 選擇必須 那是基本 對對對 基本做好 再繼續延伸 八十幾三萬 是啊 這樣子看起來就 感覺 你們還有那個UV 我覺得那也蠻酷的 這個有啊 這真的有 真的假的 是嗎 出來也看不到 對 一光筆我有 一光筆就可以看到UV 手機可以看那個 這個 見識科在用的 對 那個見識科 有UV用的 眼鏡都酷好了 對對對 這個是真的是見識科在用 人家去拍那個 有沒有指紋 有的時候 有那個 不是有那個 人體彩繪 有那個UV的那個 你要先點那個 對啊 就是有那個還蠻酷的 就可以用這個燈來打 可是這個UV的話 就比較 這個是比較危險的UV 對啊 不用啦 不用試 我知道 我只是說 這個東西還蠻酷的 有啦 看得很大 但是 不要照眼睛 照眼睛就 就GG 他們也有這種燈啊 他們也有這種燈啊 好像 那其實要特殊的 我們都 都可以 客製化 客製化 可是就沒有 就是 不是這樣消費級 可以買得到 可能就是要 特別跟誰訂製 才會有這種燈 對對對 但你們就把它用成 消費級產品 就是到市場上販售這樣 跟你們都好 因為特製的話 那個量就比較少 對啊對啊 然後就會很天價這樣 也不會 我們都很friendly 我們算 便宜了 你要客製 其實也 比較便宜了 你去跟 Aveger 跟那個 Ari 他們要買什麼 我可以客製一個 我想要弄水底攝影燈 喔 都生得出來 都生得出來 對 因為我們可以自己做 水底攝影 你有想法嗎 因為我們用水裡面用 可是我 我看比較多人都是 上面照下來 就是從水上面打下去 然後再用反射 用反射 可是那個是用目鏡管 還是都散光啦 紅色折射掉 就是你 就是反射的反光板 主要是那個反光板 再加 紅的嗎 就是我們現在還蠻流行 叫CR-LS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就是它是一個 多 它 它是一個 反光板 什麼 簡單來說是反光板 但是它是有四個五個等級的反光板 它是有 你可以反射 第一個等級是 類似鏡子的 就是你給它什麼光 它就是反射什麼光 最柔和的那個等級是 它就是 會很柔和 我知道 對對對 我們叫做Diffuser 它有鏡面的 它又很像Diffuser 但是它可以控制 它可以控制照射的 就是它不會讓 不會照到 就是你站在旁邊 你不會被照到 如果你是平常的那種Diffuser 那你可能就是 你還要去控制它 因為那個 前面的擴散率 它們叫做擴散角 擴散角 做光學生 就稍微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還蠻酷的 你可以看 就把這殼塵塞進水裡 好 那也是 那也是 我說的是亮度 我說的攝影燈 不是亮度 是顏色 虎色的那種 虎色的話呢 因為現在久了 到深一點的 不是都只剩藍的嗎 對啊 那 例如婚紗攝影再深一點 當然表面不用 因為它們那種鏡面就夠了 可是 低一點的 因為我知道水下攝影 它們會放一個橘色 綠 就是因為紅的沒了 對對對 那我想要 那我不知道 放那個橘色是 變白光 就是它的 環境 它的話那色溫會變得太藍 可是你原本就沒有那個 光譜在裡面 啊你放一個橘色是會 把它轉換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其實它就少了那個 就會變很奇怪這樣 你看喔 你那邊的話 如果在水下的話 它這邊 這邊可能會變成是 7000K到8000K 然後我這邊把它補色補上去 我把它補色 對 因為你在水下 你大概是偏藍 然後你把它補 橘光的時候 它的色彩就會變成 比較正本 我是說那個 橘色綠片 那個有點像是 是過濾 把藍色的東西過濾掉的概念 對對對 但是我說 你在那個下面 就原本就沒有 比較紅色的光譜 這邊 對 所以你過濾掉那些藍色 那出來的那個顏色 是不是也會變奇怪 他們那個 他們用綠色的 直接檢測 對啊 它是沒有這個 再剪掉這個 然後去造成這個區 看起來都一樣 對啊 所以它可能就只有變這邊而已 對 所以他們那個片是這樣剪掉的 對啊 可是這樣亮度全部下去了 對啊 所以我現在想的是 就是不要用 他們沒有直接補這裡 所以就直接打燈 而且是補齊全的那個 然後我們現在模擬的 出來 這個都打藍燈 然後這個打黃的 然後它東西變成顏色感覺 欸 對不對 嗯 對不對 那我這裡我用 我用那個 我用很白的 這個在水底的感覺 嗯 對 好用Q 所以台底的珊瑚礁 有的人拍起來像白天很清楚照著它們 跟不一樣的 有差別 呵呵 開始它想到你的顏色 譬如說這個是在水底打 這只有藍色對不對 對啊 然後再把它打成橘的 橘的 這樣就變成比較白一點點 嗯 就它嘴它主要是補白 嗯 你打橘的是要補白 就補強某一邊的功夫這樣 對對對 就是整個太陽光或是你想要的感覺 那你水底下那個 對啊對啊 水底紅色的不見 補夜黃 補夜藝 補夜藝 所以你們是要設計說 單獨 我想要那種補光燈 然後讓它變成水底海的顏色是 補回來有沒有 這個也是焗光啦 我這補大概要2000K到3000K 那補起來的話你就變正常光 嗯 這樣你看紅色都不見了 對啊 對啊 所以你說你想要做那個單獨補這邊的光譜 算補色的 而且因為都是色飽合度超高 超高是19-19這種的 所以你們可以做出這樣子的東西 對對對 可以客製化 這是我的下一個案子 但是還一直沒有時間做 那還蠻酷的耶 我也沒聽過這樣 或是你現在開始回去想一想 然後你覺得你想要怎樣的外型 或是你有什麼朋友他們可以有建議 因為我知道你Face在幾個案子 應該海底應該是想要 比較像是棒 比較大的可以柔和 因為你不可能去 不可能就拿 硬的可能也可以啦 但是因為硬的你沒有辦法 很難去再增加其他的 東西上去 可是那個亮度而已 可能你就要 可能你就要 就我覺得棒棒應該會比較好用 棒棒是嗎 棒棒燈 有有有 現在目前是用棒棒沒錯 然後去照著他 那個顏色呢 做一天